在美国如何进行房屋管理维修 一 房顶 大雨 尤其大雪对屋顶的损害很大 房顶出现的问题会导致住宅更多的损害 如漏于腐蚀墙壁导致生煤 如果房顶保温不好的话 冬天的取暖费将高很多 房顶大概每隔七年要修补一次 每隔二十五年重新铺一次 所以在购买住宅的时候 买方都要卖方提供房顶的更换纪录 二 供暖和空调 通常建议锅炉每年检查一次 费用大约二百美元 有的锅炉烧的是天然气 有的是油 由于目前天然气的价格远低于油的价格 买方在购买住宅的时候更倾向于烧天然气的住宅 中央空调要定期更换过滤器 一方面增加效率 另一方面是增加它的寿命 锅炉和中央空调的寿命大约是二十五年 注意 在美国 凡事和管道相关的维修费用都很高 从几千到几万 这些工作是需要有执照的专业人员 即使个人可以做 法律上也是兼职的 三 树和草坪 后院里的草坪需要定期捡草 夏天的时候需要二至三个星期捡一次 如果雇佣人的话 根据草坪大小 一次的费用从一百至四百美元 草坪分为前院草坪 即在街上可以看得到的 和后院草坪 外人看不到的 前院草坪必须时刻维持整洁 否则政府或者小区管理委员会会给出罚款 四 供水管道 供水管道也需要定期 检查查看是否有堵塞或者泄露 冬天还要注意是否被冻裂 供水管道泄露不仅仅损害地板和墙壁 如果流到地下室还会损害地基 最严重的事会是墙壁和地板翻露 一旦住宅有升露现象 几乎没有买家愿意接受 房主的损失巨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